朋友你好,欢迎回到碎片记忆频道,今天是2022年6月6日,开始我们今天的第三个视频,先来看看今天的战况 北断涅茨克,前面咱们两个视频已经说的比较详细了,就不再细说 今天的总体战况,俄罗斯炮兵士依旧活跃,乌克兰各地都被狂轰烂炸 北断涅茨克和立场斯克周边,俄军发起炮击和骚扰,无奈毫无进展 波帕斯,东北面和西南面,俄军都企图打出进展 但除了丢了一位少将外,乏善可撑,头上打岔的这个地方就是少将飞升的地方 斯拉维扬斯克周围,俄军依然希望在巴文科夫、斯维亚托尔斯克和亚罗瓦一线和莱曼西南部 取得突破,同样呢,进展不大 原因呢,就是大量的部队被抽调到了北断的茨克周边去了 就在俄军在北断为重计损失惨重 将军战前蝶血悲伤不已时,乌军却传来振奋人心的好消息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亲临苏洛达尔和立场斯克前线阵地 看望在一线作战的战士 他听取了有关的情况的简报,并向士兵们颁奖 说实话,看到这个消息,我们是感到真的被打脸了 前几天,我们说北断的茨克看起来要丢 并且呢,分析的貌似头头是道 其实啊,当时我们真的是这样想的 但现在泽连斯基总统是跑到了立场斯克 说明乌军绝不会轻易放弃这里的每一村土地 虽然说,丢了北断的茨克也绝非末日来临 但如果能保住此地呢 那么将来乌军大反攻时 就有一个北断的茨河北面的巨大桥头堡可用 不光可以少牺牲诸多的乌军将士 也能大大加快全部收复卢干斯克 断捏茨克两地的实践 所以啊,这个时候泽连斯基出现在这里 无疑表明乌军坚守北断捏茨克的决心 这里绝不会被轻易放弃 这个脸打得我们是很高兴 而在乌军连连小胜,士气高涨的时候 俄罗斯可是又遭遇了一件丢人现眼的事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原本计划在6月6日至7日访问塞尔维亚 但由于保加利亚、北马其顿和黑山共和国 对俄罗斯航空公司关闭了领控 拒绝俄罗斯外长的飞机通过 他只能取消访问 之前欧洲驻国是反反对俄罗斯关闭了领控 这样呢,就导致被驱逐的俄外交官 不得不飞一个居行的三边才能回到圣彼得堡 比直接走直线要远好几千公里 这回到好 塞尔维亚被以上几个国家团团包围 拉夫罗夫愣是找不到一条能够飞进去的航线 只能性性作罢 俄罗斯联邦委员会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 格里格里卡拉辛说 希尔盖拉夫罗夫对欧洲来说是那么可怕 保加利亚黑山和北马其顿拒绝让他的飞机通过其领空 进入塞尔维亚引发了多种情绪 事实上这是一种政治自卑情节的表现 其实随他们怎么说就是恶心你一把 咱们在昨天的视频里刚好提到 俄罗斯现在在国际上是空前互利 除了外交官被驱逐航班被取消 就连俄罗斯官员参加国际会议时 外国外交官们都会站起来走出会场 这尾时是朋友搞的一个都没了 既然搞的是满世界都是 前不久还有一位驻联合国的俄罗斯外交官 愤而辞职 让他辞职的直接原因是战争 但是他认为拉夫罗夫从一个好人 堕落为现在这么一个满口大话和谎言的人 同样令人悲伤 回头看看2月24日到今天的这100多天 俄罗斯从一个曾经的世界第二军事力量 迅速堕落为今天这番猫咸狗不爱的模样 真的令人唏嘘 战前没人想到乌克兰竟然能英勇的支撑这么久 甚至那些战狼五毛粉红博主们竟然叫嚣 三天打穿乌克兰 现在100多天过去 40多个战术营被彻底打残 精锐的卫地位被严重削弱当作普通士兵使用 大型登陆舰和莫斯科号导弹巡洋舰被转制为潜艇 舍岛上俄罗斯军人士一波又一波的被收割 将军们也是已经被斩首了14位 真不知道俄罗斯哪来的信息继续打下去 昨天我们视频提到 6月5日俄自4月以来首次空袭了基辅 四枚俄方的导弹击中了基辅的轨道车修理厂 导致依然受伤 今天后续报道来了 俄方声称这里修理存放着西方支援的坦克和军车 但乌克兰铁路运营商的首席执行官否认该厂有任何军事功能 他说这家工厂修理我们用于出口的贡多拉汽车和古物卡车 俄罗斯的战争目的是乌克兰的经济和平民 因为是在基辅 各国记者应邀就查看了损失情况 并了解到该工厂的工作没有任何军事意义 厂方还发布了厂房被击中后的视频 在视频中看不到厂房里有坦克和军车 要知道俄方称他们摧毁了这些坦克和军车 如果属实的话那乌方不可能这么快就把坦克和军车的残骸清理走 然后换上了民用车的残骸吧 不知道是不是乌方对俄方的报复 俄罗斯库尔斯克州州长罗曼·斯塔罗沃伊特声称 俄西部库尔斯克地区的基奥特基诺村于6月6日早些时候遭到了袭击 一座桥梁和一些当地企业被击中 没有人员伤亡的消息 当然这条信息也有待证实 而就在俄军导弹袭袭击基辅后 英国将向乌克兰提供远程导弹 英国防部长本华莱士宣布 英国将派出数量不强的M270发射器 能够发射最远80公里的火箭 使其成为乌克兰可以使用的射程最长的武器 该决定是基辅于6月5日自4月以来 基辅首次遭到袭击后做出的 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也声明 当俄罗斯的远程火炮一平城市并杀死平民时 我们不能袖手旁观 英国将赠送乌克兰武装部队多管火箭系统 以便他们能够有效击退俄罗斯的持续猛攻 巧合的是呢 今天乌克兰国防部副部长说了这么一番话 他说似乎可以作为对英国援助M270的回应 我们已经进入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 我们需要旷日持久的支持 西方必须明白 它的帮助不可能是一次性的 而是旷日持久的 直到我们取得胜利 而英国呢 是开战以来援助和支持乌克兰最坚决的国家之一 当基辅还面临着远程大口径火炮的轰击 和高精度巡航导弹的袭击时 英国首相约翰逊就出现在基辅街头 他和泽连斯基一起 在乌克兰市民惊讶的眼神中闲停信步 英国率先邀请泽连斯基在英国议会发表演讲 把乌克兰对俄罗斯战斗到底的信念呈现在全世界面前 英国是率先宣布援助给乌克兰大量的标枪单兵反坦克导弹和星光防空导弹 装甲步兵战车等 英国还是首先提出用西方制作的武器武装乌军的国家之一 正因为英国的带头 欧洲国家争相把各种军援运到了乌克兰 有力的增强了乌军作战能力 英国的坚决与法德政要的曼罕退让形成鲜明的对比 让我们不由的就想起了上个世纪 英国一位杰出领导人丘吉尔 他的名言是 我们要在海滩上战斗 我们要在田野里战斗 我们要在城市里战斗 我们绝不投降 这正是今天乌克兰的写照 当英国和其他40国一起援助乌克兰 而俄罗斯连外长出访都飞不出去的时候 明智的政治家早就知道战争的结果是什么样了 好 我们来对今天的三个视频做一下小节 北段乌军成功消耗俄军并发起反攻 目前夺回北段大片领土 以掌握北段多数的面积 泽连斯基亲临战前视察 乌军士气大仗 俄军祸不单行 今天一位少将毙命 消息已经被双方确认 俄军士气进一步低落 各国依然大力援助乌克兰 可俄罗斯却沦落到外长出访 飞机都飞不出去的局面 让人为俄罗斯的未来叹息 但这又能怪谁呢 好 以上是本期视频与您分享的内容 感谢您的耐心观看 这里是碎片记忆频道 咱们下期节目再会